大家好 我是維玲阿姨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蜜汁叉燒包 香香甜甜的叉燒包 小朋友都很愛吃 除了叉燒包之外 我還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很好判斷包子是否發酵好的方法 這樣會不會有這個煩惱 就是常常覺得包子或者是你做的饅頭 到底發酵好了沒有 常常是這一次稍微發酵過頭了 下一次可能又發酵不夠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如何判斷包子或饅頭 是不是發酵好的方法 我覺得很好用 好 我們現在就看看怎麼做蜜汁叉燒包 已經做好的叉燒肉切丁備用 調味料調好開小火 加入肉丁炒成粘稠狀 炒好之後放冰箱 等一下會比較好操作 接下來我們做包子的麵團 把所有包子皮的材料放進麵包機裡 揉成團 沒有麵包機用手揉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要做蜜汁叉燒包的皮 所以它裡面有奶粉有糖 我放了椰子油 你放蔬菜油也一樣也可以 可是椰子油我覺得特別的香 這個皮吃起來香香甜甜的 跟叉燒包很對味 揉好之後的麵團呢 我們要把裡面的大氣泡擀出來 就是三擀三折 如果你在擀的時候 覺得你的麵很緊 擀不開 你可以先讓它休息個五到十分鐘再擀 我呢比較了很多 所以我就直接用壓麵劑壓 多壓幾次 直到表面光滑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做包子還是饅頭 如果你想要表皮很光滑的話 你一定要把氣泡都擠壓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壓好或者是擀好的麵團 把它緊緊的捲起來 然後用手掌跟用力的揉出 剩下的小氣泡 一直揉到麵團光滑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開始分割麵團 大約55公克左右 把分割好的小麵團搓圓壓扁 然後擀成中間厚四周薄的皮 把分割好的小麵團搓圓壓扁 如果你很介意你擀的皮不夠圓的話 可以有一個作弊的方法 就是把麵皮先擀成一個長方形 然後用模具把它一個一個壓成圓形 然後你再把切割好的麵皮 一個一個擀成內厚外薄的包子皮 這樣包起來呢 就每一個都很圓美美的 胖胖的 注意喔 這個時候要留兩小駝面 等一下發酵用 現在包入約40公克左右的內餡 然後右手的大拇指掐折子 左手邊拖邊轉捏一圈的折子 在你最後捏高的地方收口 最後呢收一下口 把上面揪出來那塊麵捏一下 記得你在拉折子的時候不要太用力 要輕輕的捏 我覺得我這裡有稍微用力了一點 這一次呢我們收一個不同的口 做一個金魚口 包好之後呢就放在溫暖的地方發酵 發酵很重要會決定最後包子的口感 教大家一個判斷麵團是否發酵好的方法 它叫水球法 就是拿我們剛剛的那個小麵團 放到一杯室溫的水裡 或者是放在旁邊一起發酵 這個時候呢那一小駝面 是沉在水杯底下的 大約40分鐘以後呢 你就可以發現那一小駝面 現在是浮在水面上了 就代表它其實已經發酵好了 可以蒸了 另外那一小駝面 放在邊邊一起發酵的 我們現在把它放到水裡頭 它也一樣是浮在水面上 所以兩個方法都可以 水燒開之後 包子就可以蒸了 大火15分鐘 最後5分鐘呢轉小火 然後放一根筷子在蒸籠中間 讓一些蒸汽出來 15分鐘到了之後呢 你不要馬上打開蓋子 你要讓它冷卻5分鐘 讓裡面的溫度慢慢的降下來 不然你一下子打開蓋子 熱上了縮的 這個皮會縮起來 會變得很醜 開飯囉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 請你幫我按讚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